这树立在花莲西上的第一座水泥桥 在民国66年完工到现在 守护着无数的来往行人 在第二代的剑英大桥新建完成之后 旧有桥面将保留两座 而这新旧两座桥体的呼应 让老一辈的凤林人更敢念张建邓玉英 两位老师对于教育和学生的付出 现建完成的剑英大桥总工程经费4.27亿元 桥长宽度均有增加 包括了塔高23公尺的双塔造型击贝桥 而其中双塔造型就宛如双手核实般祈祷 象征着张建等于英两位老师 继续守护通行的民众 剑英大桥当时做花莲西 在这个中段只有追踪是跨西的大桥 全长是480公尺 那现在这个新桥大一倍 做起来连引到是960 所以以后这里做好的时候呢 这个河水呢 可能就不会再堵起来 让那个三星这里的桥头那里的水呢 以前都做到水的时候 有激起来不能排红有困难 那现在这个河川局呢 是计划呢 两百年的洪水计划 我相信这个做起来呢 不但呢 可以呢 促进地方的观光呢 也为地方的防循呢 灾害呢 可以降低很多 第二代剑英大桥 从旧桥的480公尺 延长到960公尺 路宽也从4.8公尺 加大到9公尺 新桥塔两侧 将设置四处观景台 站在此处能够观看 花莲西上非常美丽的景致 因为以前台湾的桥 都是做景观桥 没有做一个休闲桥 我们这里有一个 中间呢 有那个观景台 来观赏我们花莲西的峡谷 东边呢 我们看得到 东海岸山脉 西边呢 看得到中央山脉 这里呢 北边呢 我们看得到 花莲西的上游 往下呢 可以看到 花莲大桥 所以这里 这个地方呢 是相当漂亮 希望说 桥做好的时候呢 我们很多游客呢 都来可以这里观赏 欢迎大家来 双塔造型 如手掌和石 也像条鱼 象征的证明 年年有余 旧桥 则是将保留 两座桥墩 以及桥面 用石刻方式 打造纪念狼道 来纪念张健 邓玉英 两位老师的伟大 记者林杰 凤林郑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赏